投篮是篮球的标志动作,不管投篮是漂不漂亮,能投进就是水平,但其中不乏投篮是美如画右者的球员,像乔丹,还有当年的四大三位,科比,麦迪,卡特,艾佛森等,各个美如画。 当然,也有投篮是辣眼睛的,常常被人嘲笑,那么谁的跳投美如画,谁的跳投最丑最奇葩呢? 让我们一一盘点,一,当年四大三位跳投没有久,我却醉得像调狗。当年的四大三位,科比,麦迪,卡特和艾佛森,人气之高,除了球风硬朗外,还有极具美感的跳投。 后两跳投美如画的鼻祖,科比字不用说不用多说,美如画的典型代表。 麦迪,大个感动上第35秒的男人,单手持球和干拔跳投稀粉无数。 卡特,除了暴力的扣篮外,跳投也是拿手一绝。 艾佛森,除了晃国乔丹的变相运球,跳投也是美如画,帅气十足。 二,乔丹极平跳投的祖师爷,乔丹的投篮一直被当作投篮教科书,惊人的滞空加上完美的出手动作,无不让人惊佩。 三,海啸三兄弟现役最美勇士的海啸三兄弟库里,杜兰特,汤普森得分爆炸力十足,但投篮子是个异,汤普森最标准,库里最具特色,杜兰特天赋十足。 四,詹黄其实跳投还行,哈哈,虽然詹黄一直被外界诟并靠天赋打球,身体不协调,但是本人觉得,力量十足的詹黄跳投姿势还可以,只是少了点美感而已,哈哈。 八,五,辣眼镜代表,马里昂歪把子球哥甩击布泽尔扔先球,说起最丑的投篮姿势,马里昂和布泽尔肯定占据前两名,马里昂歪把子机枪,布泽尔,投篮出手点太靠后,就跟扔先球一样,从脑后把球给投出去。 现在这两位有了接班人,那就是胡人的球星鲍尔,球哥的帅剧科士之辣眼睛,现意无人能抵。